我们有盖长的这个品质 就是表示它其实已经到了 到了一个阶段了 所以那个没有盖长 那个它熟度还不够 其实大家非常关心的教育的这个问题 那么接下来要来看到 在日本很多专家研究所谓的右脑开发 我们都知道呢 我们常常用的是左脑 左脑就是记忆 那么但是右脑就是创作 右脑怎么样来开发呢 现在有这么一个说法 竟然是用打拳来记唐诗 那么有老师开发出一套 所谓的唐诗拳法 让小朋友一边练拳 一边蹲马步 一边还要背唐诗 过去我们知道背唐诗 大家有做过 或者背这个三字经 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等等 我们从小都背过 可是现在呢 你还要运动 哇真的是一肩二股 它能够刺激到右脑什么呢 我们来关心一下 把我妈妈都要知道 你的右脑跟你的左脑 所重视的是不一样的 比较难开发的 人类也用的最少 就是右脑 月落 不停 霜 漫天 小朋友嘴里念念有词 一会儿蹲马步 一会儿用力出拳 有模有样 江风 雨火 对手 黏 喊得特别大声的是 Eason才上每几堂课 不管是风乔叶博 或宋莫浩然之广林 他都朗朗上口 黄克 我看的地方 龙 原本背唐诗和学武术 都是苦差事 但对他们来说 就像带动唱一样有趣 霜 摸摸看地上冰不冰 满天的时候往上看 看能不能跳到天花吧 满天 那这个动作让小朋友 等于说在诗诗歌曲里面 也可以知道 他的动作的含义 然后小朋友就可以学得比较快 夜半怎么做 为什么要这样子 要滚 才五六岁的小朋友 虽然不知道夜半是什么意思 也不了解诗的意境 却已经能把一首诗 背得滚瓜烂熟 边打拳边学唐诗 不但增强了记忆力 同时活动筋骨 一举两得 本身新闻成长黄友琪 台北报导 而我们在看到的 在这里面 所谓左右脑的这个开发 那么如果更进一步的学理的话 这种用方式来做 那么有人就说 右脑开发 又是什么样一个部分 就像大家现在学英文单字 我就看到有一种英文的教法 他说你这个淤青叫做Bruce 对不对 那他就跟你讲说 淤青是青色的嘛 青色就是Blue 但是你再加个字 就是Bruce 所以小朋友就记起来了 这样子的一个记法 就是用所谓图像 或动作来记的方式 也大家可以练一练 不仅对小朋友 大朋友你知道吗 你为什么一直记忆 越来越差吗 因为你的右脑根本没用的 天气好热哦 所以他们就戴了帽子 15张图卡一一排出 要通通背起来 连大人都皱眉头 不过老师利用故事串联 让孩子通通记住 要常去玩脚垃圾 你开始学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很难 不会 真的吗 为什么 像听故事一样 嗯 嗨 不用这么了 因为我